为了在年初之际,让弱势家庭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甘龄功德会在北门东门集会所举办议组、议检以及物资发放的活动 理事长洪文明表示,在新的一年开始,邀请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民众 除了是提供一些物资上的帮助之外 同时也是希望给他们一些鼓励,让他们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我们头一头,在这一年开始,我们说一年之际在渔村 我们就是在那年头,我们来送爱心、送温暖、送关怀 结合很多的保理的资产党委、共同学、乡亲、共同学 让大家对那年头,就觉得社会这么温暖、这么爱心 让他们对那年头就开始,除了让他们物资、让他们限定在这些 还有意见、意外的、让他们鼓励、感鼓励、让他们信心、让他们力量 我们说现在,也要临近分头、打拼,后来我们也有成功一天,后来我们在西港到三天 县议员黄思芳表示,一般来说,物资发放的善举,都是在睡梦年中之际 也肯定甘林公德会,能够选在年后,让爱心资源不会重复造成浪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支持公益活动,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说,主委有时候要分散一下,不要太集中不容易过度 所以说,我们甘林公德会,这个社团是非常用心 在厉害理事长的代理事长,建立制度,刚才好,理事长和统理事长也很好 都帮大家想说,那里就有一堆美,但是欠减肥要来包装 我就说,不然我也来盜想办法,大家都要来合作,有一个结果 先议员林方宇表示,社会上有许多善心人士,都不断在传递善的力量 也肯定甘林公德会,在年初之际,举办物资发放的活动 也期待在善的力量帮助之下,今年大家都能够顺心平安 其实社会各处的这个爱心,不管是睡梦年中也好,在新的一年开始也好 都希望大家都会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今天的物资发放相当的热络,期待我们新的一年都能够存心平安 副议长潘一拳肯定甘林公德会,多年来灌怀社会弱势,传递上的力量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抛砖引玉,更多人能够关怀社会弱势族群,帮助他们有重新触发的力量 接着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